这五花肉不要再炒着吃和炖着吃了 今天我分享大家一个好吃的做法 做法简单,又香又酥,一点也不油腻 首先准备一块处理干净的五花肉 特别是猪皮,给的刮洗干净 接着把五花肉切成跟硬币厚度差不多的大片 五花肉切完以后加入排散的大蒜瓣和葱段姜片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和胡椒粉 再加入白糖和鸡精 接着再加入半勺花雕酒和少许的蚝油 最后再加入两块豆腐乳调色,抓拌均匀 然后再打入一个公鸡蛋和一勺淀粉 再次用手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把研制好的猪肉片展开以后放入三成油温的油锅里 放猪肉片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片一片的放,不要粘连 全部放完以后刚开始不要搅动,小火炸上一分钟 视频放到这儿,老弟就出来捞脸了 老弟每天分享一道在家简单一桌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能点个小爱心和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老弟谢谢您了,老弟在这里祝您 多争先少成器,心想失声,万事如意 把肉片炸至定型以后捞出 等油温升至气成热,再次复炸 把五花肉炸至表面金光酥脆,捞出控油装盘 最后再撒上灵魂的烧烤料和辣椒面 这样一道好吃的炸五花肉就做好了 以后再夹五花肉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超级好吃 这最后还是一句话 您关注我做菜的时候才能找到我 这都还不吃了 炸人 炸人 炸人